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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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每次听到你 总是大风起 每次看到你 却又惊累起 长颜落日山河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齐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齐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一句 奥地花里花团 每次想起你 一喜阵边儿atory 每次见到你 铁马进个监狱 当起回唱千山我爱 悠悠在我心里梦里 悠悠在我心里梦里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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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风好梦好梦了 对 mich 人家不是鬼 你不闪开 可别怪我老汉不客气 老人家 你们上了这个骗子的档了 都给我上 别开 别开 这是为啥 是敬的 刚你说 自己能算过去未来是吗 你算出自己的额头 今天会有一块鱼伤吗 什么鱼伤 现在隔头上有鱼伤 你算出来了吗 这个 回答 没有 那你告诉我你能算什么 我 我 我 你是个骗子 骗子 骗子 我 我不是 你 说实话 我老子扒了你 别别别 大侠饶命 我本是罗阳城里摆假药了 在城里混不下去了 想到像个人好梦 这才把他法师来到这里 谁想想 大侠饶命 饶命啊 你不是法师 你说他是琵琶鬼也是鞭的 你 我该杀他 听你的话 险险害死两条人命 弟兄们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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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先生 小老儿姓刘 在镇上开了一个菜店 这是我儿子刘三 老先生 今天这事多亏了您 否则 我们给就闯大祸了 小兄弟 对不住了啊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老人家 我这么说 您儿媳妇得了什么病 我八打你 睡觉到 忽然之间啊就不行了 这肚子是越长越大 脸色蜡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肚 听着像是中毒啊 中毒啊 中毒 老人家在下淮英 是走坊的郎中 专治疑难杂志 您 您要是信得过我 就让我去看看 看不好分文不取 看好了只求一茶一饭 太好了 儿子 这位先生会看病 这太好了 咱们请他瞧瞧 给儿媳妇治病 好 先生咱们走吧 来来来 走吧 请 请请 赶紧带路 好 带路 您 请 先生 您快看看吧 好 乖 有了 请这儿 请再来 请不吝点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先生 怎么样 三脉持空 两脉色 竭发 打赏 血气凝缓 官此脉象 疾似重打乱 胃星秀 病是重毒 而且还是蛇毒 刘三 你们家中有蛇吗 林子里毒蛇很多 家中确实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人家 老先生 诊出是什么病了吗 家中有梯子吗 梯子 有啊 要梯子做什么 麻烦你将梯子搬来 我有用处 快快 好好好 老人家 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找到病因了 这只火炉放在这里有多长时间了 当我媳妇有孕之后才加了个火炉 大概有两个月了吧 哦 这就是了 来啊 大家动手 先将病人移开 再将火炉架高 好 送手吧 嗯 老人家 哦 取枝粗糙碗来 里面放上半碗菜油 哦 好好好 一点点 老先生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秦潯 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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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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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老先生 既查出了病根 该用什么药来治呢 花儿红将毒液吐在油中 再过一会将蛇捞出来 把这碗油给你儿媳扶下 死正可全啊 这油里面有毒啊 对啊 难经中在 中花儿红之毒 必须以本毒方可解析 但花儿红之毒过去不能直接服用 因此必须要用菜油将蛇毒溶解之后 再给病人服下 哎呀 原来是这样 老先生 你真是了不起啊 你简直就是神医啊 老人家过奖了 什么神医啊 不过幼时读过几本杂书儿 好 远方啊 一会准备一个小竹筒 将花儿红收入其内 以备厚用 啊 他 他还没死啊 当然没有 他只是睡着了 老先生 您真了不起 老爷 三脉顺畅 只是还有些气血难亏 静养几日便可痊愈了 我们父子 多谢神医答救啊 续断之恩 永生不忘啊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多谢 快先生 您可真是老神仙呢 是啊 开饭了 好 快请 好 好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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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座 请上座 请坐 请坐 请 好 老先生 来 咱把酒举起来 好 薄酒一杯不成敬意 来来来来 请用菜 好 没什么好吃的 来 老神仙 您到我们这穷山沟来做什么呀 哦 对了 我正有个事情要向你们打听打听 哦 什么事您说 大约两个月前也就是九月三号 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五辆马车从这里经过 没有 没有 你小的张嘴就说 怎么 您看得过啊 那可不是啊 老人家 您快说说 但是那不是九月三号 大概九月底左右 约莫是三更十分吧 这谁啊 你就快开门吧 来了来了 哦 您有什么事啊 啊 我要买菜 哎呦 半夜三更的要买菜 怎么 不行啊 行行行行 您都不嫌晚 那我们做生意的还能说什么呢 那您要买什么菜 山摩五十斤 琴菜三十斤 哦 马眼菜三十斤 哎呦 您要这么多啊 怎么 没有啊 有有有 哎 您请进 到里面看看 嗯 他们 将菜装车以后 就向山里去了 哦 哎 爹 我咋不知道呢 你睡得跟死猪似的 叫都叫不起 当时呢 也是深夜 恐怕镇上的人呢 除我以外 谁也没有看到他 老人家 您是说门外停着五辆马车 正是 敲门的是个矮个子 对对对对 是个矮个子 我看连五尺都不到 啊 先生 一定就是那个雇主 可是时间不对啊 老人家 你能肯定 这是九月底的事情吗 没错 白路刚过 我是那天早晨 穿上的薄棉 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老人家 你没有看到 马车上的其他人吗 装菜的有三四个人吧 都穿着黑衣服 别的就什么都没看到 哦 您刚刚说 他们往山里去了 是吗 正是 啊 五柳镇在王北五十多里 有个上陵村 啊 这个 早年上陵村哪 遭雷电轰击以后 而至天火 早就荒废了 哦 难怪这地图上没有标注啊 嗯 老人家 这上陵村无人居住吗 是啊 无人居住 只是呢 有一些放羊的羊官 偶尔放羊经过呢 后来听说那里闹鬼 就再也没人敢去了 闹鬼 哎 有几个羊官走到那里 便失去了踪迹 就连羊群也不见了 从此就传说 那里闹鬼 可没有人亲眼见过 呃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嗯 大约是两三个月之前吧 啥 你怎么还不睡觉 你怎么知道是我啊 啊 用耳朵听出来的 怎么了 奇怪吗 哎呀 哎 这个就是侠客传中所说的 眼怪溜露 耳听八方吧 哎 你一个女孩子 不学针线刺绣 整天就知道五刀弄棒 这今后可怎么办啊 你父母也不管管你 别提我父母 哎 哎 我听怀老先生叫你元芳 这是你的名字吗 是啊 李元芳 哎 李元芳 你杀过什么吗 哎 你问这个吗 你问这个吗 哎 好奇呗 等我说什么 啊 啊 真的真的 哎 傻过多少啊 我说你一个姑娘家 怎么对杀人这么感兴趣 哎 我什么时候 也能像你一样 武艺高强 想杀谁就杀谁 哎 那就好了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 我想杀谁就杀谁啊 哎 我不就那么随便一说嘛 那你跟我说说 你想杀谁啊 现在 还想不起来 不过快有了 哼 快有了 你杀人还是有计划的 真是滑稽可笑 哎 说着你呢 你能不能教教我 知道你什么 哎 你这身功夫啊 行了 没功夫还去杰盗呢 学会了功夫 还不得想杀谁就杀谁啊 我跟你说过了 我杰盗那是偶尔的 大部分时间 是行侠仗义 这还有什么时候呢 你呀 真算是个人物 好了 赶紧回去睡觉 好 你不肯叫我 绝不 烧火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绝不 我盖 我盖 我气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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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说他了 刚刚吃饭的时候 刘老汉说起 九月二十六号 也就是白鹿的那天夜里 他看到一个矮子 领着五辆马车 向上陵村奔去 而守卫洛北门的伙长 王三说 九月三日夜间 有五辆马车 用扇金局的通禁令 叫开城门驶出城去 因此可以断定 刘老汉看到的 并不是运载银江的马车 是的 学生也是这样想 大人的意思是 这只是个巧合 装载银江的马车 并没有使进深山 而是出城后 绕道向其他方向去了 袁藤啊 看起来 你对洛阳周围的地理 并不太熟悉 曾太啊 你给他说说 好好好 洛阳北门便是徽安 西有泄城渠 东林里水 两条大河将其夹在中间 只有向北一条关道直通芒山 并无差 是这样 远方惭愧 你不常在洛阳 这也情有可原 如此说来 马车出徽安门 一定是驶向芒山之中的 正是 暗示 您继续说吧 几天前 我们通过分析 得到了一个结论 银江们的雇主 很有可能是铁勒 而首位北门的国长 王三的叙述 更从侧面证实了上述的分析 他说 9月3日 出城的马车是用 扇金局的通禁令 叫开城门的 不错 铁勒是扇金局的后相总管 掌握着局内的通禁令 因此叫开城门 带银将出城的一定就是他 学生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假设银将的雇主 就是铁勒 也正是他 在9月3日夜间 将银将们带出城去 那么刘老汉在9月26号 白鹿那天夜里 看到的那个矮个子 是不是铁勒呢 如果银将的雇主是铁勒 那么刘老汉看到的矮个子 就肯定不是 为什么 铁勒是9月3号 将银将们骗上马车 驶离洛阳的 洛阳离乌柳镇 不过一百多里路 怎么可能走了 二十多天 曾太啊 难道刘老汉 没有在9月3号 看到装载银将的马车 就能够证明 马车没有来过吗 对呀 也许铁勒在9月3号 已经将银将们运来此地 二十多天后 当他们再一次回到这里时 才被刘老汉发现 说得好 但是有一点需要更正 也许不是再一次 而是第三次 第四次 对呀 这些人深夜行动 五柳镇上的居民早已入睡 根本看不到他们 9月26号那天 是那个矮个子 深夜叫门买菜 才被刘老汉看到的 因此 并不是他们没有来 而是五柳镇上的居民 没有看到 难道不是吗 有道理 有道理呀 按时 如此说来 刘老汉看到那个矮个子 很有可能就是铁勒 好 现在我们说第二个假设 假如刘老汉看到的 就是铁勒 这说明了什么呢 那就说明 芒山之中有他们的巢穴 失踪的银匠 也许就藏在那里 因此他们才会经常往来 您是说银匠们就藏在附近 否则 他们为什么要将装载银匠的马车 驶来这里 又为什么要在刘老汉 那里购买大量的蔬菜呢 有道理 而且我敢肯定 发生在两个多月前的 上陵村闹鬼和阳关失踪之事 也一定与这些人有关 而这个时间 又恰恰与银匠失踪案的时间相稳固 两下印证不难得出这个枪 恩师的意思是 他们的巢穴就在上陵村 上陵村 上陵村 也许 这座荒废的村庄 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 让他更多的一个村莅 有福而为了 有福而为了 一陈云 带大家 是 有福而为了 有福而来 有福而 有福而为了 有福而来 是你 你是人是鬼 是我 我 我在那边 好冷啊 要求求你 求你看在王日父亲的情分上 你 不要惊下于我 你这不信任 不信任 我藏着火海 事故为寒 你便不遵为父生前之主 你 不要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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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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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鬼 鬼 有鬼 有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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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哪 哪有鬼 这堂堂 有个什么都没有 啊 难道是我在做恶猫 没事啊 你去吧 你去吧 师父 师父 这里就是上龙村 按刘老汉付出所言 应该是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真是您 小红啊 一会儿进入村庄之内 切不可随便说话 为什么 让我别说话就别说话 问这么多做什么 不说就不说 那么凶干嘛 好 大家下马吧 把马先走 引逼起来 是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来 这 这里 和谁 先生 这里不像是有人去住 是 是 你看 过去看看 嗯 坚核 先生是稻草堆 村中既然早已无人居住了 又是谁将稻草堆积成货的呢 恩师说得对极了 稻草是普通农家银火 施肥未生会有的 有人居住的地方才会有稻草 那我看大家分散搜索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嗯 你们搜这边 我搜那边 哎 你就不用搜索了 待在原地就好 否则就是有线索 别让你给破坏 哼 小看人 小红啊 你就待在这里 好 走 走 看着 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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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